如果拍 fashion 主要是拍… 人未必是主角 可能是衣服或產品 但如果拍婚禮或婚紗 最主要是對婚姿 可能有些衣服是其次 我們想拍婚紗相對婚姿是重點 可能人們看到照片 我們是想看到新人很開心 或是他們很甜蜜的那一刻 但拍婚紗相對整個畫面 構圖、燈光 會著重這些位置更多 所以都是兩種不同範疇 因為拍婚紗相對婚紗相對 那些模特兒是全部自己會負責 但拍婚紗相對婚紗相對 我們要全部引導新人表情、氣氛 所以是兩種不同的專業 通常是最初的半小時 跟她們相對婚紗相對婚紗相對 都是不斷地跟她們聊天 一邊說話 如果有些本身拍照 其實就簡單一點 純粹可以發掘她們最美麗的面 看她們拍慣哪一面 而且著重她們跟她們的交流 通常最初的半小時 通常是最關鍵的 就是我去了解她們究竟是一對什麼婚紗 從而去調整一下拍法 可能這幾年就會多了客人 可能有拍攝大舖 拍攝Family 或者有客人會每年找我們拍攝一次Family 由於前度結婚開始 即是可能加加上已經五六年了 這些位置是挺開心的 會看到她們 一來她們未必已經著重了 照片的質素 還是怎樣 她們是想要中間 我們見證著她們 整家人這四五年的成長 由一對夫妻去到一家五六口 都會繼續找我拍攝 這些位置會比參加比賽更開心 這些位置我會更開心